上個星期除了林子健事件之外 我們在節目中也提及過關於羅華邨 我自己從小到大長大的地方 在巴士站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個行動 一班的九巴士司機做了30分鐘的靜坐 屋邨靜坐我覺得是頗特別 應該是近十年的工業行動 巴士司機每逢加薪 每年都有序 但這次事件還拍了示範照 巴士司機拿著飯蹲在地上吃飯 被記者順手拍照 事源是什麼呢 就說巴士九巴司司機希望在羅華邨總站 站頭設置一個休息室 原因是什麼呢 希望可以在這麼熱 這麼惡劣的環境 應該說是惡劣的環境 因為天氣熱得很異常 巴士站裡面 巴士站 也有些居民 我也問了幾次 舊街坊 其實你受到這件事 因為很多叔叔姐姐坐在巴士站旁邊 因為那裡有一個大的廣場 即是你訪問了那些工業行動 我說幾句 我沒有訪問的 其實你覺得那些司機 他們走去 因為其實很近 你走廿二十步 有茶餐廳 有竹土 那你應該進去吃吧 我從多些說法去問一問大家 即是你反轉來問他們 是啦 他們會不會幫回那些司機 是啦 他們都說 其實 阿亨你講了有道理 你說什麼我都相信 是啦 司機去查一張貓 就有冷氣 有東啡酒團 十八分杯而已 他們真的不蹲 在送馬廣也有那堆新酒吧 他們都是想去Food Court 或者在下面金記買了 就回去自己的那個 不知道在哪裡 蹲在那裡吃還是怎樣 是不是在送馬廣有個優勢 送馬廣裡面其實有一個大的辦公室 他們也叫方便便利 因為那個站長在這裡 那你有什麼調配啊 派東西 都起碼清楚一點 除非去吃火鍋就走開 那是不是真的要有個空間 那師傅說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那我問完那個問題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你說是居民還是司機 不是居民 坐在那裡 因為大家可以先出一張照片 我拍了兩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已經擺了很多年了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叫每個站頭 都有一個叫控制室 站長坐在裡面 分配班次 各樣的文書工作 即是這個原本是封了的 這個一直都放在那裡 一直有 在橋底在那裡 正在用的 另外那幅 另外那幅 就是他們搬了過來 上星期說的 5呎10呎的休息室 離開原本橋底的多遠 其實就是在斜對面 斜對面 這個位置就是2號A的站頭 我們排隊的位置 這是露天的 這個位置是不是露天的 這個位置是露天的 這樣就熱很多 露天 你說那個箱 不是露天 上面也是橋底來的 上面不會熱的 有冷氣的 如果這個箱 真的運作時會有電 但是剛才那個原本在橋底 就沒有熱得那麼嚴重 沒有熱得那麼嚴重 這些可能曬上人 有冷氣也會死 到底是否放在這個位置 就不知道 還是只是暫放在那裡 但是我就看那個尺寸是這樣的 接著我就問那些公公 我問如果放那些尺寸在那裡 會阻不阻大家 不阻 掃地那個沒有所謂 最好全部都放了 放了就掃不到 不用掃 你放一個就沒什麼用 政府那些又要我們外判公 穿那些螢光衣 熱到 頂他的肺 熱死人 反而巴士司機有冷氣 我們又是垃圾站 沒有冷氣 頂你的肺 可能他們自己的意 就舉兩句 剛剛又開了 我又沒有問過 那些 搞清潔那些 清潔那些 清潔那些很慘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可以的話 清潔也要弄個箱 食環也弄個箱 清潔工人 有什麼理由 我穿著螢光衣 何貴死意 要是找個地方吃飯 其實這些清潔工是外判的 我們就被外判公司負責 我們會監察著外判公司 外判公司就把箱子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房屋署就放在下面 我們會跟進 政府當然會這樣回答 外判公司說 我們很人道 都給了他們 那些婆佣 我們不請就沒有人請 這件事又不理了解 說回巴士 據我公志出頭的節目 有一個代表巴士公司的團體 有一個代表說 這件事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被共察黨跟進 如果給我們跟進 一定會搞定 我之前都搞過四五個 接著謝哲峰就問他 你打算怎麼搞 總之我有方法 人家聽出來廢話 沒辦法辦有料 早點把計劃都說出來 除非你說怕被人聽 那些事情你怎樣處理 善後的運動 如果作為居民 我又覺得擺了這個商 在一個社區上 就沒有什麼阻礙 我們只是順利去公民角度 那究竟他跟領匯的溝通 我剛才也問問德哥 我說那個程序 怎麼會吐了幾年 要申請一個商 要申請一個商 其實如果程序上 行就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為什麼會令到雙方 覺得你又不出聲 又沒有反應 我自己就得過商 吹嗎 所以澳門不是說好過香港很多 如果你臨時臨急要加這些東西 不是擺一天半天的那些 無端端那條街突然轉成食屎街 澳門很快 因為沒有人反對 立法會那裡沒有聲音 已經是全部改了才上立法會 他們的做法很奇怪 說擺放就擺放 說有冷氣就有 給電給電 所以把電給整天的 很威風 香港會搞幾年 但是德哥這件事發展成這樣 你知香港民主要公眾諮詢 你做出地區工作 比如我居民 可能會搞一個簽名活動 為巴士司機 爭取一個雪峽式的 休息環境 例如做這些 我有幾千個簽名 那能幫不幫助手呢 如果是地區工作來講 不是 這是影響風水 這東西影響風水而已 影響政府風水沒什麼所謂 巴士佬為什麼要去找地方給他吃 有茶餐廳 巴士佬吃飯的時數應該是半個小時 我們吃飯半個小時為什麼要去找地方給他吃 將來數假 抹廁所 每個人都要 但這個商沒有說是吃飯的地方 只不過是司機休息室 那就可以吃飯了 比如說剛剛拿完 拿完十多分鐘就去第二間 涼冷氣 看看Payboy 站上室可以嗎 看另外的照片 也要進去休息一下 有沒有其他人在一起 也有 也有些司機拿時間 也會進去吃藥 打書釘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調查的方向 不過沒問題 你一提出到 我今晚就試試看 還有市民也會進去敲槍 班次也會進去這裏問 是 因為這個站頭另外那一邊 這個箱後面又做了一個大的顯示板 就是那個班次的顯示板 其實如果現在這個情況 德哥你也覺得如果是這樣 其實不用愛這個箱 愛不愛也沒所謂 看誰的牙力夠 我覺得就 打書釘 我覺得有 沒問題 你政府自己看多一點 其實對於政府當然有好處 第一 如果真的 譬如說剛好你那條線又出意外 然後你沒有切這個箱 或者你不批它切這個箱 巴士公司就大條道理解釋 你給了它 牙得你多少位 五呎成十呎 棺材也不止 兩個棺材也不止 然後放在這裡有冷氣 有什麼意欲 真的如果有個乘客 真的排隊穩穩地 進去車廂室蹲下 你本身都叫做 政府也可以出來解釋 我們跟巴士公司溝通很好 每個車站有個五呎成十呎有冷氣 原本不是給市民的 不過你知道天時曬得多 他沒有撥線 然後暈倒我們就馬上叫他 去九巴休息站 我們已經計劃好了 不就出來舔工 你沒有 就是省了這五呎成十呎 雅得你多少 也不能建房子 德哥剛才說的 風水是否其中一個方向 不勞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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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申請 開會開了兩三年 幾年 但還未入紙申請 入紙申請 人家說禁了你 他現在立刻折一塊下來 放在那裡 先壓著 這些可以用流動機 流動發電機 什麼 九巴那些 你搞開車有什麼 可能沒有 德哥出去 街上講討 不用問你拿領匯電 如果你們內部開會 真的領匯不合作 那沒辦法 你政府賣了給領匯 領錢那裡 是不給電器吹喇叭嗎 那你就跟九巴說 地可以給你 電我幫你拿不到 那你自己呢 發電機 太陽能發電也可以 5呎10呎 冷氣機不是這樣也推不到 不如死去算 車也可以電車 有什麼理由 棺材裝冷氣 有什麼理由 太陽能發電做不到 又好看 又環保 又有型 又有保障 又不用採領匯 假設 舔了工 這些事情都不做 德哥那些諮詢 你找德哥諮詢一下 給十幾二十萬 他做顧問費就可以了 當然下去 個報告一定寫得很好 有些地主在這裡 幫忙調查 沒錯 早五晚三間 找眼遠射炮射在裡面 就支持 印像紙巾那麼大 那些插信箱 今晚有居民大會 關於駱民村的巴士站 擺了九巴冷氣箱 全環保 自己發電 瓦的位置是5呎10呎 大家在居民大會談 下來不下來 不下來不下來不下來 當作諮詢了 諮詢了之後便會通通 怎會不通通 這些東西 不是屬於九巴牙訂 擺了一手 司機開車 暈倒了 原來是沒有冷氣 又或者有個排隊在那裏暴斃 就是那裏沒有冷氣 休息室 有的 也是領工的 這些買保險的東西 買球都懂 你買了五球 然後下半場 十分鐘已經入到五球 你當然是買了其他會射爆他那些 去頂回那條數 不是真的想著五球 當是什麼 然後計算數 不是我買一千元五球 那裏收回一萬 那我現在拿回三千元 買其他球膽 如果他射爆的 可能我還會賺得到 是的 而且作為乘客 就算失去我執取七千 當然是這樣買保險 作為乘客 我覺得 要保障那班前線司機的情緒 當然要 司機 他拿著這麼多人命啊 大佬 真的馬上搞定 他在哪裏吃飯 都是一間巴士公司 沒錯 就是安排 吃多少時間的飯 去多少時間的廁所 都要 告訴公眾知道 那些車長 究竟他的工作環境 和吃飯的時間 有多少分 不要簡單單單一件事 搞到 所謂的公務代表出來 只有我來 然後提劇 後來還沒出現 他的答案是什麼 他說行動怎樣做 霸了巴士站 霸了巴士站 霸領巴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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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霸領巴士站 霸領巴士站 霸領巴士站 我在外面 我都退一退後 什麼事啊 是不是要霸領 是啊 你談了那麼久 沒辦法了 用民巢巢的對待方式 沒用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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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力了 文德無武 所以這個事件 希望可以好一點 這樣的結局 我自己作為村居民 大家都在用著 我都希望 我會留意著 看看情況如何 這些商店都不是單一 說是給還是給 你應該長遠一點看 香港的司機的年齡 小巴士司機自然一定是老的 大家都看過報道 最少都 最年輕人好像說45歲 以上那些 不用說七十幾八十歲 還在駕駛 因為沒有人入行 其實巴士司機 都面對情況是這樣 不然就不需要做什麼 什麼五丘生 什麼九丘生 駕駛巴士 跟著那個女神 其實是希望多些人入行 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即是說 司機越駕駛 年紀越大 年紀越大 其實就越需要休息 你連這個商店都不給他 德哥也對 譬如說叫他去茶餐廳那裡 但是你每間車都要去茶餐廳蹲蹲蹲 喝杯茶淨喝雙計 你叫一杯咖啡是十八元 不是很高工 你欣賞著 很多的士人 你說 小巴佬不是又要做這個 小巴佬 小巴佬每個都大年紀 巴士佬 小巴佬不是 小巴佬可以在車上開冷氣 開冷氣吃 是啊 看Payboy打雪頂 所以我提醒 其實應該巴士公司 等一輛巴士 在站頭上 嘩 這麼激進 那個餐廳 小巴佬要你那個 等一輛巴士在那裡 拆一半 很舒適 不用騙著 巴士司機 也是 巴士車場打機 可以充電 現在可以插電充電 很舒適 這個方法好 小巴佬要向領會申請 自己駛巴士 塞裝巴士 令所有車場都舒適了 這個設計 這個不錯 突然醒了 原本那個箱五呎成十呎 雙塵 然後雙塵 你放了三十多呎的巴士 人家多得你不少 閉嘴 還有車身廣告是吹什麼 還有廣告 你還要開著引擎 雖然說是歐盟環保五營 但是都是噴東西 到處都噴東西 全部都噴東西 全部都有冷氣 但你是在噴死氣 如果你在停車的地方 那是抗爭 除非你那輛車是太陽能的 或者是電的 你九八大把錢 怎麼會沒有這些車 這也是一個新方向 獨立王國 還有可以流動 例如那個站頭 輪著幾點幾點在洛華站頭 然後幾點幾點在順利站頭 測試 大家可以分享到靈活 又等司機 走鬼也可以 太陽力也可以 司機又開心 原本開車在司機位 休息時在乘客位 讓他可以感受一下 這條錢起碼有五千 有五千元 是嗎 不是 休息室事件 這些太正道好一點 沒有五千元 被人罵那些 就是一萬八 你一定要反玩 緊要 你今天說什麼民主黨收皮 還有什麼 接了他 這兩句 最少賺錢 你見到一些黨友 不知道 黨妹會打給你 李儲平 走來跟他說 德國 你結婚的時候 我也來 和你 三十年之後 你叫我 收皮 黃德馳 華叔又打來 不要玩 華叔 你不能這樣 第二個第二個 好多華哥 好多華哥 本來原先 我今天想要和德國 再和各位聽眾 分享一下一些事情 在現在的Facebook 你放心 慢慢我們組中四人 周袍去了馬來西亞 原來見到這三個人 我想收個案子 收什麼案子 我想收個案子 在我自己的Facebook 和封三姐 都提出了 大台的流程 接收了那件貨 結果是怎樣 但你做這個實驗 我贈你兩個字 多餘 預了 預了 我也是 我個人比較樂觀 你不要想著 會無緣無故 徵婚 會有一個 美女 李佳欣 李佳欣走來和你 她只會 你老母 有時候好東西 我想知道 因為現在大家的回應 在我的Po回應 當然都說 你不是想是真皮 那些 我預了 我幾個水 我打算衰到怎樣 衰到怎樣 衰到怎樣 衰到一個點 是怎樣 但也不是很差 OK 399 划算 那些人說不划算 好膠 還有中間 軟體好膠 中間那些消費者的心態很重要 我答應了黃德傳 給他一個健康手帶 保養他的健康 許老蝙 他不敢給我 給我看了 真的很多東西要罵 而且大家也沒有 德國還沒收好貨 另外一個 買了一副 日本發明神奇 教到度數的眼鏡 又是觸招 明天說的